A.G.超完会五排撞车了R.W.侠的散装车队 挑战者杯进行的这么激烈 一些没有机会参加的 K.P.L.队伍只能通过五排撞车 来感受一下挑战者杯 A.G.撞车 R.W.侠 猫神的第一反应 则是想到效应 咱就说泰仓的故事 还有多少人记得 如果有效应的话 这一局左边的对话框会一直滚动马 A.G.刚刚击败北京微博 晋级八强 两局最为亮眼的英雄 一个达摩一个曹操 这一局A.G.的B.P.达摩曹操都有 只不过曹操是中意拿来打野 中意是不是看到轩软的曹操这么猛 也来体验一下 A.G.这样的阵容 和对面散装职业车队打的话 能不能逃到好处呢 游戏进行到两分半 长生和轩软各自对位单杀 三分半下露出节奏 猫神一脚把对面射斧踹过来 长生飞天击杀加罗 你以为A.G.前期这么顺 会直接起飞 大错特错 四分钟开始 A.G.开始被对面拿捏 除了长生和轩软 其他三位战绩惨目忍睹 特别是一诺 看来选择达摩辅助 没有一个保射手的阵容 还真是不好打 我来 我招了 都好 过得少人在那边 我招了 我招到 。。。。。 对面下路进攻压高地 AG这边轮流守高地 但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最后一波下来 AG这边只击杀了一个辅助张飞 等到终于复活 面对对面四个人 也只有挨打的份 又等到长生和轩染复活 才把水晶守住了 余坤那么的弹啊余坤 我才被余坤演了这个 最后AG还是输了 除了长生和轩染拿到了人头 摄野斧都没有拿一个人头 对于这一局 大家怎么看呢 中上野斧射合起来 0-11 这一局 哇,他媽坑吧 怎麼舉報不了啊,等會把好友商量去看能不能舉報贏